我今天想來談一談李昌玉的報告 因為李昌玉的報告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份報告 可是李昌玉的報告他有先天性的問題 什麼先天性的問題 就是說他有inherited or built in the problems 他有兩個先天性的問題 第一 李昌玉跟他的團體來做這個調查 是誰出的錢呢 是貶政府 但是被調查又是誰呢 是阿扁跟他的團隊 所以這個這很奇怪 扁出錢來請李昌玉他們來調查來報告 那麼這個出來的結論 我看大家應該都是比較覺得懷疑或奇怪的 雖然他有他的 I mean李昌玉博士有他的這個一定的這個聲譽的 這是他一個問題 第二個 李昌玉再三的說 他來只做鑑定 examination 他不做調查 investigation 但是李昌玉就有名的是他做investigation 假如只做鑑定沒做investigation的話 那可能會出的問題就多了 因為比方說他所有的證據 是我們的這個刑事調查局給他了 那這個證據的取得過程是不是合理或者可靠呢 他也不問了 但是就很難說這個減定的結果是對有用或者沒用 我要再舉一個例子 不久以前 大概兩年多以前 在美國Madison Wisconsin 有一個台灣去的留學生姓吳 他涉嫌把他三個年輕力壯的這個室友給槍殺掉了 那麼他的父母找到李昌玉博士來幫忙 來調查 來做作證 來做在群上來這個辯父 可惜這個吳學生他在法院開庭的前戲自殺了 那吳昌 李昌玉博士就說好可惜 因為他幫他找到五個疑點 可以很可能替他洗醉 那五個疑點其中比方說 他說他是有五個疑點 他說比方說 這三個人都是年輕力壯的 那麼這個吳姓學生不可能 一個人把他們三個一下殺死 第二個他又說這個槍一共發了七槍 那麼發了七槍 這三個人都沒有逃走 沒有跑 這也不太可能 所以他就推測 可是他在台灣做這方面的事 做這個319案件的時候 他多不推測 他都接受官方給他的這個資料 我舉例跟你說 他有一天在李濤的這個節目上 人家就問他 說是不是真的有兩顆子彈呢 諸位你猜李昌玉博士怎麼回答嗎 他說這個調查局給我們兩個彈殼 我沒有理由懷疑兩個彈殼是怎麼來的 假如有兩顆彈殼 那當然就應該兩顆子彈 諸位你想想 這樣的回答 像是一個世界級的這個有名的 Forensic Expert嗎 另外呢 人家就問他說 這個 比方說我們不是問他 對不起 讓我們再來看 有些sample事實上是什麼呢 是collect的時候就出了問題了 我舉一個例子說 在這個刑事警察局 以及李昌玉的報告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圖 他說這個是紗布 這個是他的T恤 那麼他們把這個T恤拿下來去做檢驗 發覺你上面有陳總統的血 DNA也跟他合了 因此覺得這個是子彈真的是有打過這個地方 諸位你們知道嗎 這個是當場醫生清倉的時候取下來的這個樣品 放在一個垃圾袋裡面 放了多久 放了七天 那麼17天之後才交給法醫來化驗 這樣的一個報告 這樣的一個資料 竟然可以說來作為法庭的作證 各位想想看可以嗎 所以這個就是說你只做調查 而不只做鑑定而沒有做調查 對於鑑定的資料一點都不能法醫 一點都沒有法醫 這樣的報告 這樣的工作可信嗎 再看說這個褲子 褲子也沒有動 褲子怎麼可能沒有動呢 因為李昌毅博士 他們後來也去去看一下 去量陳水扁他褲子是怎麼穿的 所以他說這褲子穿在肚子下面 七公分 八公分 可是根據他們的量 內褲是穿在肚子下面十四公分 假如男生的話請你們回去看 十四公分在哪裡 已經快到你那個私處了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不可思議的這個資料 竟然會呈現在他的報告裡面 那麼最奇怪的是 他們竟然也沒有懷疑 褲子是沒有動 因為所有醫生現場都說褲子沒有動 可是褲子在兩個禮拜之後 又交給了刑事調查局 說有幾個洞 可是那個洞呢 大大小小看起來不像槍殺的洞 各位可以看到這些證據 竟然政府光天化日之下 這樣的操弄 這樣的作假 而李昌玉博士他們竟然都沒有comment 這是怎麼可以說一個職業的 專業的這個forensic expert的良心師 那麼他的報告 李昌玉的報告出來之後 大家當然等待 他的報告是在這個 我來看看是幾月的時候 是在August 27 August 27報告出來 李昌玉博士非常認真的在美國九星記者會 然後在郵包寄到台灣來 那麼大家就說趕緊公告這個 公佈這個報告 可是你說政府怎麼做呢 他說不能報告 首先說我們要把英文翻成中文 所以還不來 不能報告 一個多月過去 怎麼可能還沒有翻譯完呢 我說後來說不不不 這個在偵查當中的這個資料不能公佈 可是各位知道嗎 在11月4日 法院對於當選無效的這個訴訟 宣判之後 第二天也就是11月5日星期五 沒有別的理由 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把李昌玉的報告公佈了 主委 你們知道嗎 聽我們那個連送的律師說 因為這個他的報告沒有對外公佈 律師們只能看到影印本 而且是黑白的 你想想看黑白的對於這個血的顏色 對於組織的顏色等等 怎麼看得到呢 看不到的 所以對於只能看黑白的影印本 而且還不能抄 而且很多術語他們也看不懂 只好強劇下來 所以他們在法庭上跟律師 其實對方律師已經跟法官來說明的時候 很難講出真的 極非常非常正確 或者非常一些不合理的現象 可是這個一宣判以後 馬上就公告了 所以政府是這樣來操弄的 但是公報之後 我個人也是非常認真的 當天晚上就非常認真的看 第二天第三天 一直很認真的看 發覺哥跟諸位說 非常失望 第一 錯誤很多 所謂錯誤很多 他連日期 這個事情什麼時候發生都講錯 第二 他的英文打字錯很多 第三 他有些看不懂他講什麼 第四 最重要的 這樣的一個報告沒有這些團隊的簽字 那你會說沒有簽字沒有關係 因為還沒有真的是Final No 因為這個報告 這一份報告是法院把他拿來 拿來當作最重要的一個依據 根據黎昌玉的報告 法官說這個是槍傷 這個是怎麼樣等等等等 可是諸位想想看 假如這樣的一個錯誤百出的一個報告 假如這樣一個報告是做報告的人沒有簽字的話 在美國會怎麼樣 一定被扔到court外面 Be thrown out of the court 可是在台灣 竟然依據這樣的一個報告 法官就說 你們那個對你們這個連宋律師所講的 都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那我來舉幾個例子來說 這個李昌玉的報告裡面 他有些什麼問題 我覺得重要的一些問題他都沒有講 好像就不存在了 我要舉一個比方說 我諸位可以看得到 這是扁川的夾克 這個都是政府公佈的資料 諸位可以看到 右邊有兩個洞 左邊有一個洞 夾克 他不是只有一槍嗎 怎麼會有兩個洞呢 這開玩笑嘛 可是報告裡就完全不講另外一個洞是什麼 都不講了 好 那我們再看一看 這也是他的夾克 他的夾克打開了以後 有三個洞 右邊一個洞 這個 這個地方有一個洞 左邊又有一個洞 有三個洞 他也不講了 他只說這個是像子彈穿出來的洞一樣 其他都不講 OK 什麼呢 也不講 好 那不可思議的是 這個在這個整個案子裡面 也非常沒有辦法接受 讓人家瞭解 就是說 陳水扁穿的襯衫有好幾個洞 不是兩個洞 不是三個洞 是六個洞 不是只有一槍嗎 怎麼有六個洞 六個洞怎麼來的呢 他也不管 他只是說有一個洞是打子彈進來的洞 就這樣而已 其他就不管了 這樣的報告 這樣的報告可以嗎 那我們再看看 這個陳水扁穿的 這個內衣 其實是英文講 叫thermal underwear OK 衛生衣 那麼他有兩個洞 三個洞 第一 這個血跡的長度 只有7.5公分 但是各位知道嗎 他的傷是11公分 為什麼 11公分長的傷口 但是這個血跡只有7.5公分 他也沒有講 第二 他這個進口跟出口是血的 我想用另外一張來看更清楚 怎麼說 這位可以看到 這兩個 這是進口的洞 出口的洞 子彈不是平的嗎 他的傷口明明是平的 為什麼子彈是跑這樣呢 他也沒有講 所以這麼簡單的事情 這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他就不講了 所以我想他以這些報告來 我們看了以後 其實是覺得蠻失望的 那我覺得有更嚴重的 不可思議的事情是什麼呢 他們原來的報告 經過人家challenge 經過我們challenge 他不合理的 他後來 最後還有一個叫 所謂的real final的edition 他是在什麼時候出來的呢 他現在在11月的時候 This is the true final edition 在November 10 這裡面的不可思議的 他把一些非常重要的 對他不利的改了 怎麼說呢 在原來那個報告裡面 他說這個傷是什麼呢 是thermal injury 那大家都知道 腔傷不可能有這個灼傷 可是齊美的醫生 他們有四個在三立電視台 在3月26號 重複的說 重複的說 他們看到灼傷 醫師在法院裡面也作證 他們看到灼傷 在李昌玉的報告裡面 他也這樣說 a thermal injury 那我們就跟他說 這個是很明 在一百多年來 大家就知道 專家們就知道 子彈 槍傷 不會有灼傷 你看看 後來他們怎麼改 在這個11月這個版本 他們把那個thermal拿掉了 諸位看到沒有 this injury thermal不見 諸位想想看 這麼重要的一個document 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說很可能完全否認 它是槍傷的一句話 他把它拿掉了 不可適應 另外還有 另外還有 原來在總統 在他們的公告裡面 政府公佈的說 他的傷 總統的傷是 2公分的深 可是這是證監會的報告 證監會的報告說 後來政府把它改成1.2公分 諸位 這也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換句話說 他們可以把重要的 極端重要的 也就是爭議的核心的部分 對他不利的 在報告裡面就改了 諸位想想看 這在美國會是引起多大的一個scandal 但是在台灣沒有人管 而這些人就光天化日之下 來做這樣的事情 諸位想想看 我們難道容許這樣的事情存在嗎